又名石像般若,就作用约正之,即观照般若,石像就是真石像,石者不虚,不是虚妄的,它是真实的,这个智慧是真实的智慧。 石像般若也是从体性上说的,它起作用,在般若经里面叫它做观照般若,其作用是观照,此地讲就作用约正之,正之就是观照般若,这是真正的智慧。 观是观察,照就是照见,佛用这两个字,它的用意实在讲,就跟《棱严经》《观音菩萨尔根源通章》里面所讲的反文文字性意思是一样的。 我们凡夫六根接触外面境界,眼对色,耳对声,鼻对香,舌对位,身对处,异对法,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,就叫见闻觉知。 见闻觉知通通是谜,不是物,不是智慧。 所以,佛把它换个名词叫观照,眼见色叫观,耳闻声也叫观,六根接触六尘境界,就用这一个字做代表。 观是接触,不是表面的接触,是深入的接触,照是明了。 照见,照是明了,一接触真的明了,明了它的真相。 感谢观看